來完成錄製據席 所以這個demo大概這樣 那怎麼做啦 其實前面有 所以我快一點把它做一個複習 一的話一樣是把開發人員 有沒有其他命令嘛 制定功能區 這個一定要打勾 那預設是沒打勾啦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把它打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會還原 所以你這個沒打勾 它就找不到錄製據席的選項了 不過我在想啦 未來應該也有可能會直接打開了 因為我發現 因為大概很多人每次一用就要把它打開 那它乾脆以後幫你鎖性直接開發人員 就直接在上面就好了 那前面的版本為什麼沒打開 因為比較相對很少人用 那當然你也可以理解 這個頁面標籤叫開發人員 那意思是for開發人員 所以你們現在學的事情 等於label又跟使用人員不一樣 User跟designer是不同的label 所以你們現在做的是 怎麼去設計一個流程 讓這件事情更有效力 所以我們要錄字嘛 那當然第一個 我要錄一個叫截取瓜糊 也許叫什麼 反正這個名稱自己取 也許叫截取瓜糊聚齊 然後錄的動作其實你可以彩排一下 一 你這個不要先刪掉 不過你可以先把剛剛的工作表 這個改函數 然後再拖拉加Ctrl鍵放開 有沒有 這樣就改成去期就可以了 然後呢 並且再做後面的事情 那當然跟前面其實一樣 1優標放在B2 2的話上面點一下打勾 3快點兩下 OK有沒有一樣 類似跟之前都 清楚的話一樣 有標1放在B2 2的話Ctrl Shift向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指的是什麼 幫我選到最下面的意思 OK 那你說老師那我不要這樣 我可不可以這樣選 其實也可以 只是差異就是 Ctrl Shift向下 就是當你這個 裡面的資料有變動 比如變多變少 它會自己去追蹤喔 但是如果你現在用選的話 就不會追蹤了 那麻煩了 如果你將來多資料 不會向下那怎麼辦 你要重新錄製 那很麻煩 所以我是強烈鍵 一定要記那個快速鍵 叫做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OK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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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這個 加Shift 然後按住這兩個 同時再按向下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 那這個意思是選到底的意思 OK 那其實這個Ctrl Shift 向下其實還有另外的意思 如果你直接不要按Shift 按Ctrl就好 Ctrl向下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在這個範圍 自動移動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加Shift的意思是選取 所以以後很多地方都一樣 如果你加一個Shift 就是多一個選取的動作 這個組合鍵 我建議還蠻值得去記的 最後按Delete就可以了 這樣子 按Delete 這樣就OK 把它Ctrl自己 復原一下 你OK之後的話 一樣就可以錄製了 所以連續我們錄製兩個 一個是叫 擷取 擷取 刮弧自竄 再輸入法這麼多 刮弧 然後後面加一個聚集 特別對喔 這個名稱打 按確定就開始 不能NG NG要重來 按確定之後 把它蓋過 1.游標放B2 特別是一定要先放外面再點 如果你本來就在B2 NG了 因為你B2再點B2 它內行不會產生 它沒有任何動作 所以會少 少一個內行 2.上面打勾 3.快點兩下 這樣OK 然後停止錄製 清除的話 一樣游標先點旁邊 然後再按錄製劇齊 這個聚集名稱叫做 清除 叫清除聚集好了 按確定 好 把它取代掉 1.游標放B2 然後2的話呢 Ctrl Shift向下 3的話呢 就按Delete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 一樣停止 那一樣就是在這邊清單會有兩個 一個啦 一個是叫 刮鬍 擷取刮鬍 自串 執行看看 有了 然後再一個是 清除聚集 執行 有沒有 也有了 那好了之後的話 你再到這邊呢 利用插入 有沒有 那個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然後呢 在這邊 拖拉兩個按鈕 這個我把它重來 把它Delete掉 OK 然後 再來如果OK的話 你就直接到這邊 點它 拖拉一個大小 這個叫 擷取刮鬍 擷取刮鬍 去期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的話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那底下這個按鈕 我習慣會 拿上面這個按鈕來複製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重新再插入一個按鈕 你很難做到剛好一樣大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調整那個 按鈕一樣大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花時間 乾脆你複製之後 把它貼到它的下方 Ctrl V就可以了 然後利用它去做修改 按右鍵 再重新指定那個聚集 叫清除聚集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喔 按右鍵喔 重新指定它 去執行清除聚集 並且把名稱一樣複製 然後呢 在這邊呢 直接把這個名稱 一樣就做修改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所以錄之聚集應該不會花太多力氣 這樣就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喔 我有講過啦 你錄完的程式放在哪裡呢 你有兩個方式可以知道 第一個是用編輯啦 OK 第二個的話 切到Visual Basic 所以其實你按編輯一樣是到Visual Basic 它會跳出這個Visual Basic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理論上是放在這邊 其實應該是放 我這邊有好幾個 Module 1 2 3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 如果你把它關掉喔 打開Module 3看看 對 我是放Module 3裡面 那當然不見得一定是放Module 3喔 你可能要找一下 它一定是幫你產生一個模組 然後幫你把程式寫在裡面 所以最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這個上面加上註解 那註解的話 這字太小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到12號字 這樣差不多 然後分別 在上面喔 我講過嘛 單以後開頭就註解 所以我們第一步呢 是1 1的話什麼 游標放在B2儲存格 有沒有 然後2的話呢 就是 所以這邊一塊2 什麼 輸入公式 或者是 當然你可以 敘述細一點嘛 游標放在上面的資料 編輯列之後 打夠啦 OK 那這個可以敘述 那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是這個 這個應該叫AutoFill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3 3的話是 單以後開頭 然後3 那就是向下填滿 那當然清除也是一樣啦 清除的話 這個就 所以啦 這個寫完喔 因為這個前面有做過練習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 我突然一下 其實雲端上 這邊也有 這個已經 這個OK了 註解架一下 有沒有 馬上一目了然了 本來看不太懂 一下看 是清楚了 OK喔 所以啦 如果假如你RUN的時候發現 奇怪 我RUN的結果怎麼都一直不對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就是 錄完的程式 是不是少了哪一行 如果你少了哪一行 沒關係 你說老師 是不是要NG重錄 不見得啦 你如果將來 你已經有那個能力的話 你可以自己補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比如說有的同學 第一個動作忘了做 游標放B2 所以少了這一行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自己打上去不就OK了 游標放在B2的話 就是RANGE刮虎B2 後面一個方法 叫點Slate 那這個點Slate 實際上是一個動作 有沒有 點Slate 那你如果想知道說 RANGE物件裡面 有多少個方法啦 其實也這麼多 反正是 綠色的東西就是它的方法 有沒有 就是做什麼事 那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就是做 叫做屬性啦 其實就是做什麼設定 那其實一堆啦 但是你現在 不知道沒關係啦 反正就慢慢累積 那久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些方法 跟這些屬性 做什麼呢 做儲存格 跟範圍的相關動作跟設定 那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去 做所有的控制 也就是以後 只要那個人工可以做的事情 電腦全部都可以代勞 也就是我跟各位講 反正你一整天做的事情 其實通通可以把它寫成一個程式 那意思是說 可能有的人一天做的事情 你寫完程式 一個按鈕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OK 而且還可以做更多 為什麼回圈太厲害了 叫他做一百萬次 瞬間完成 但你叫一個人做一百萬次 他就瘋掉了吧 OK 不要做一百萬次 做一百次他就已經快要瘋掉了 但對電腦來說 這簡直是最基本的功夫啦 OK 所以差異太大了 另外的話 人要睡覺 可是電腦不用睡覺 其實你說真的 電腦開著 你只要設定 像Excel裡面有那個 甚至是鬧鐘功能 你寫個程式時間到自動執行 沒問題 因為尤其是半夜 有沒有 假設你要去抓美國的資料 那美國剛好時差 有沒有 12個小時 可能16小時 12小時 或等等 因為它有美東美西 那你 如果會有這種 你可以寫個程式時間到 去run一下 不就OK了 當然這個是後面 我們可以衍生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錄製聚齊這個部分做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變成按鈕 然後加上註解 基本上就完成這個練習 所以這個地方 先產生一個工作表 然後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後呢 我們一樣就可以錄製了 所以錄製完之後執行看看 執行完之後沒有問題 再產生按鈕 並且加上註解 OK 大概就是這幾個步驟 那以後啦 我是建議如果你做任何的練習 都可以順便加一下 所以其實這個延伸性還蠻大 那當然你說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主要的差別應該是 如果你用函數的話 每次都要再一次 那但是如果你會錄一次的話 那你只需要做一次 可是聚集的缺點是說 它其實還是缺乏彈性 因為錄完之後 到底如果將來我有些動作 有些參數需要修改的話 那這個時候 可能你要再提升的話 就必須要提升到VBA 因為VBA的好處是 程式是自己寫的 也就是很多地方是可以客製化的 OK 如果可以客製化的話 讓你做工作等於通通 都可以在瞬間 按照你的需求 很快的完成 那這樣很方便 以後Data進來 甚至當然VBA也可以做爬蟲 你要爬網路資料 有沒有 全球股市資料 爬下來之後 你要判斷說 你到底要買進還是要賣出 對不對 那你可以 類似用VBA也是可以幫你完成 這絕對沒有問題的事情 甚至像現在還有程式交易 你如果甚至要讓機器 讓程式製作幫你買進賣出的話 也都可以同步進行 OK 所以其實你會這東西 其實我不管是對個人來說 或者對企業來說 那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這個企業 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效率都非常非常高 那簡直你會嚇死 隨便 當然如果你對 以後你買東西一樣 你當然不會希望說 跟這家買東西 他每次都要很久才會來 對不對 最好是馬上就來 效率超高 而且沒有錯誤 那你一定會覺得 哇 這家公司太厲害了 有競爭力 好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VBA部分 這個VBA其實就是 就是把剛剛的錄製劇集再升級 然後變成自己寫 OK 這個應該跟上禮拜蠻像的 差別就是多今天 最難的應該是 不是輸出公式 而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這邊裡面就不會有東西 那要怎麼做 試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也帶大家來看哦 那我先下課休息 好 好 好